这两年当中 我在不断地失望 在失望中又重新地期望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也等不了了 有心 我们就把以前的事情 都封死在脑海里 我们重新开始 开始新的人生 好吗 有心 有心 我爱你 对不起 别说了 我明白了 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那道坎 但是 但是我也好累啊 我真的好累 所以我决定放弃你了 我 我们都各自回归各自的生活了 我不会再缠着你了 爱 既呢 挺挺挺便宜的 ró 你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 跟我深爱的男人在一起 老天宇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 我真的熬不下去了 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有心 有心 我要放弃你了 我真的要放弃你了 阿嬷 原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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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掉回去 重新开始 做一个全新的自己 原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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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过去的 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 加油 加油 刘秘书 你看见袁总了吗 他在哪儿啊 这个我不清楚 今天袁总没有来上班 也没有告诉我他的行程 行 你忙吗 帽子都戴好了吧 戴好了 戴好了 掉根头发要是到了碗里 别人会很忌讳啊 知道了 咱们现在已经是四星级大酒店了 时刻要按照四星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 前两天有顾客投诉说 我们这个酒店的中餐的味道不太好 你们俩要记住啊 跟厨师长反应 还有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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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走路地都有点滑 这怎么回事啊 这种卫生条件你说 你看这还有蟑螂屎 我跟你说 如果要是让别人发现了 人家偷拍了 这咱还怎么做人呢 还叫四星吗 你们俩要经常过来检查一下啊 别等着我来 那不像话 不能应付搞工作 知道吗 知道什么 我看你一直在不拉手机干什么 上班时间玩手机啊 到哪工作要有规章制度 现在咱们是四星了 我刚才反复强调四星四星 四星机的酒店能玩手机吗 显示不像话 我当初跟董事长创业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多么讲规矩 对不对 他 袁先生姐你好 有位顾客想看你的房 我现在上班呢 陕西下班再说 我刚才说哪儿了 嗯 刚才说到让我们市场 来检查一下卫生情况 嗯 怎么了 你解决私人的问题吗 怎么他自己还 不是 不是我刚才你这事了 你这有点耐心吗 好像是卖房子的事情 完了再找你啊 卖房子的事情 对啊 哇 哎哎哎哎 嘀咕什么呢 没没啥 孙子 对 我现在卖二百八十万了 二百八十万 懂吗 笑什么笑 什么表情 没啥 小火 还有这几个锅 将来都给我放好 好 放得这么一摞真难看 进 哎 人呢 哎 毛总 你在干嘛呢 啊 倒立 倒立 对 我跟你说啊 倒立 可以促进血循环 也可以改善我们的颈椎问题 或者是肌肉劳损的问题 最重要的 它还能让我们的脏器官 防止下垂 哦 您还不知道啊 我女儿已经被哈佛大学录取了 我得好好地感谢感谢您哪 哎 宋董 您这太客气了啊 拿回去 哎哎 这怎么能行呢 这件事没有你的帮忙 是肯定办不成的 你的我是真心地感谢你啊 宋董 好 朋友之间 不言行 好 坐 是啊是啊 咱们是朋友 您不是说是对的 但这份情意 我记得现场了 马总 您是美国回来的才俊 您的管理能力 都在袁梅花之上 现在全公司 有一半以上的董事 对现在的负责人 也就是袁梅花董事长 很不满意 嗯 已经决定 开会重新选举董事长 所以大伙准备投你一票 不管他们投不投 我 肯定要投你一票 首先谢谢您的厚爱 只是您也知道 我这才刚刚回国 对于绿色世纪 未来整体的规划呢 我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 不过就目前来讲 工资要想发展得好 是离不开 袁梅花董事长的领导 所以 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我建议 这一票啊 还是要投给 袁梅花董事长 至于未来 除非一定要换人 或者说是我不可推陷 再或者说是 为了集体的利益 那个时候 我倒是可以勉强的一事 马董啊 像您这么高风亮节的人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 既然这样 我听您的 今后 有用得找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好 那就这样 就这样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小聂 你来了 奶奶 不早就在家吗 我今天找了一天 没在公司 那 是这样的 梅花生病了 送你去上班 你说工作那么忙 就算是机器也会累坏的呀 她怎么生病呀 那我进去看看她啊奶奶 哎 小聂 小聂 小聂啊 你说你都多大个人了 还这么疯疯活活地闯进来 不是担心你吗 刚才奶奶在门口一说你病了 我赶紧冲进来了 没事吧 谢谢你啊 还是你对我好 我没什么大事 就是累了 想休息几天 这些天我都不会去公司了 你帮我照应着点啊 对了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怎么跑过来了 出大事了 我听说下周一要开会 到时候所有的董事 会重新选取执行的董事长 我就觉得是看你怎么会 我再说下周一能 那是你懵悔的 然后是在陌生 你都放了 这一幕收到 在陌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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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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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以后的事情咱慢慢说 我得先去看你小姨 好吗 哎 就算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不是还对我小姨以往情深吗 所以啊 赶紧恢复记忆吧 你们就可以幸福地在一起了 啊 赶紧恢复记忆吧 我得先去看你啊 赶紧恢复记忆 我得先去看你啊 赶紧恢复记忆 我得先去看你啊 赶紧恢复记忆 赶紧恢复记忆 我得先去看你啊 赶紧恢复记忆 赶紧恢复记忆 这位老师长 对我难说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 这个公司是你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 如果这次你落选了 你不会感到难过吗 还有什么 比我不能拥有我深爱的男人更难过的呢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文化 这两年我一直在寻找以前的回忆 我只是暂时想不起来 如果你要是为了爱情 就要失去你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 你觉得这样直吗 我不想看你这么消沉下去 你看这样好不好 这两天 我们去找一下其他董事 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诉求 我们尽可能地在私下解决 好不好 你不必再为我做任何事情了 我们还是各自 回归各自的生活吧 我又在脑袋里面 也很不够 哪一天 我们要做事 市场的事情 对 我知道 这个公司很多董事 对你的印象非常好 想选举你当这个董事长 但是恕我直言啊 马总您刚刚到这个公司来 很多情况 您还不太了解 袁总为了这个公司 这些年付出了很多 我想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您可以公开站出来 支持袁总的话 这次的风波 一定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 所以我不知道 您是怎么想的 程律师 其实您不来找我 我也会帮助梅花的 因为 像她这样一个能力出众 又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我相信任何一位绅士 看她出现问题 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只是有一点我非常地好奇 只是有一点我非常地好奇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来充当梅花的税客呢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失忆了 把你和梅花的过去忘得一干二几 所以我非常地好奇 你今天这样的举动 难道是要和梅花 再续千元重修就好吗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 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就挑选说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追求袁梅花 希望你们要接应 希望你们要接应 我 我也就挑选说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追求袁梅花 希望你们要接应 来 梅花 回去锻炼啊 身体刚好得悠着点啊 别太累着了 我呢给你熬了点山药粥 等会儿回来 趁热喝吧 喝点满满味啊 谢谢妈 那我去了啊 来 袁总 走了 王总 你这是 我跑步 你呢 我也是啊 是吗 没想到袁总 这么喜欢运动啊 不过据我了解 国内的公司 大多数的白领 都不太喜欢运动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要是不好好锻炼 恐怕就要提前退休了 那太好了 要不要一起啊 好啊 走 从今天开始 我要追求圆梅花 希望你能够建议 希望你能够建议 大总啊 公司要再次全体 最近不知道的事情 你知道吗 知道 你知道 你想问我什么 我就不在想了 是不是我哪里的东西都不好 让他们肯定要帮我多留下去 这些年 我也算 晶晶夜夜的工作者 突然要被抵下去了 实在是心里有点难过 就好比在战场上 被战友抛弃了 那种感觉实在是 霓华 我们都在生活的母脸上 已经经历了这么多 其实 应该天训之后 成败没有那么多 嗯 只是听到这些 心里有点难过罢了 会议不是还没开吗 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没准这结果是美好的 你会选我吗 当然 为什么 好 第一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绝对有能力 胜任这个位置 第二 我非常欣赏你的才华 至于这第三呢 我理所应当 要选择我喜欢的女人 我说马总啊 你在国外 是不是很会讨女人的欢心啊 这个还真没有啊 我比较奇怪 喜欢我的女人不多 我喜欢的女人呢 也不多 真的假的呀 你这么风流倜傥的精英 怎么会没有女人 对你钟情呢 首先谢谢梅华小姐 对我的夸奖 我这个人呢 比较喜欢那种 多姿多彩的女性 给你个小小的建议 我希望你的办公室里面 以后多一点绿色的植物 因为这样 会让你看起来 更美了 好 好 黄总 今天我来啊 只是想问问你 对袁总的经理念 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 咱们边喝边聊好吧 你看啊 这个我夫人啊 和女儿 上次去东南亚旅游的时候 买回来的 听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咖啡 特别贵 我留着专门招待贵瓶了 今天给你冲一杯 牛 猫屎咖啡啊 对对 就叫这个名 你说这玩意叫这个名字 它还卖这么贵 一瓣 一瓣有几百美金啊 就这一小孩 花了我好几千块 黄总 这个咖啡之所以贵啊 是因为 有一种叫舍香的猫 它吃了一种咖啡豆 然后经过消化一桶配出来 再经过人工的加工 所以这咖啡豆啊 别有一份滋味 那照您这么说 这玩意儿是从那什么 射虾猫的粪便里面 拔了出来的 对啊 你说这这能叫绿色吗这个 现在的那也真是奇怪啊 赶上这个了 他也就不管什么干净不干净了 沈总 您是国外回来的人 那肯定不一样 不介意的话 来 尝尝 怎么样 嗯 不错 龙总 咱们还是说说正事吧 您对袁总的经理念 到底是怎么看的 他是董事长的 我能有什么看法 你上去看 大家都是董事 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啊 可以拿到桌面上商量讨论 你要是吗 也对啊 股份上就应该这样 还是看股权比例谁都大 谁的股权最多 谁就当家做主 谁说了算嘛 说到底 还是实力为主啊 这不过呢 目前咱们集团占股比例最大的 好像不是董事长啊 好不容易想听听新老大的意见 这洋鬼子他到客气上了你说 是吗 我不是反对董事长的意思啊 那个 我只是觉得方案的问题嘛 咱还是先别着急 既然美方的新老大 他已经提前到了 我们不算 咱等等看看 你说呢 但是王总 现在收购是在必行分秒必争 嗯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收购 可以重复进行的话 咱们的公司 可以得到利益最大化 我懂我懂我懂 这个我当然懂 但是呢 我向来可是 稳中求胜的 可以方案的问题吧 我呢 还是跟其他董事商量商 去往前看 练得了 我先来 你们来的事 一定要去 我都能干什么 这么多的事 就是还好 现在也是跟袁总站在一边 那就说不定有问题 美国财团方面 是支持袁总的经理念 习惯不反对 你说呢 程总监 你来告诉我 如果按照袁梅花的方案 我的员工怎么办 是不是要把他们全裁掉 那我这个光杆司令 是不是要跟着你们去玩慈善呢 笑话 程董 我猜接下来你要说服的人是我 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 我悄悄你 这个人 要是有幸 该多好啊 这份计划没什么问题 哦 怎么了 我觉得 没有什么事能难得倒我 没想到 还能栽在一辆平空车上 平空车 对啊 就是你那辆平空车 之前停在楼下 大家都不会玩 所以我想着 要不我上去试试 要睡声响 把胳膊给扭了 我教你啊 真的啊 那说好了不能反悔啊 我 是 对啊 哈哈哈 不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可以先把慈善路线先放一放吗 毕竟董事长他也不能一意孤行 如果董事长愿意放弃慈善路线 我还是可以投董事长一票 好 放松 早点啊 别跑了 为什么啊 我怎么会呢 你给东西给我往前 吃一下 今天给你给你 周秀 来来来 来 你说这科技到底是让人进步还是让人退步 我要是真把这东西学会了 估计我连路都不想走了吧 看你说的 难道说有了手机 人类就不用说话了吗 科技的进步是一个必然 也可以说是人类进化史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未来呢 我们会享受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等你练回来这个平衡车 你看看你用或者不用它 是不是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或者说 可不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果 对呀 那咱们再接着练会儿 好 再来一次 一二三 这位咱们快点啊 好的 来来来 快看快看 暴散 暴散 没事吧 你小弟生 不要能听见了 你说 靠点不会这么好玩 哎呀 能力有痛 不过紧急事 你再放松一点 你 大叔 打扰 毛总 想跟你打招呼吧 跟我聊聊 好啊 是 是 裴姐 去吧 现在 公司内部的董事意见非常地不寒 几乎没有几个人 同意袁总的经营理念 说真的 这一点我也没有想到 如果这个局面再不改变的话 袁总的处境可能会变得非常地尴尬 你这么做梅花知道吗 我不需要她知道 因为我觉得 袁总的经营理念是没有错的 从一开始的绿色之家 到梅弄花糖 再到现在的绿色时机 袁总这些年 经历过很多很多 其实啊 袁总一直想 让咱们公司 服务于社会 反馈于大众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跟他一起打拼过来的这些董事 会过河拆销 这我都明白 马总 现在大家都比较看重你的想法 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不过我希望你明白 我这么做是为了梅花 不是为了你 因为我喜欢她 我喜欢你 我喜欢她的意见 你会把门思想 你也想要是你 你不要去 你也想要她 我自己想要她 你也想要她 我自己想要她 我自己想要她 你不想要她 我自己想要她 我自己想要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